二百零一 成報 黃厚銘蕭白皮書被控了差 2015年7月8日港民A04本部政治組報導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學聯秘書長羅冠聰、人民力量陳偉業 社民連副主席黃厚銘去年6月11日爭於中聯辦外蕭毀白皮書 黃厚銘昨日英警方要求到西區警署被控阻撓在政黨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 本月17日上庭 將《基本法》紮入中聯辦內國務院去年6月10日 頒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學民思潮、社民連等團體去年6月11日到中聯辦外示威 一度將《基本法》紮入中聯辦內、殺自前、並銷毀道具白皮書 黃厚銘昨日到西區警署協助調查、社民連梁國雄、副主席吳文遠連同十多名成員到場聲援 並在警署外載到焚燒白皮書、高夫反對白皮書無罪、爭取普選無畏無據 警方準備警告其設在場戒備 要求示威者不要焚燒物件 黃厚銘批評 惡年押金2月1年 一旦罪情嚴重 應立即拘捕 但警方值待佔領行動和政改否決後 才邀請自己協助調查 認為做法出於政治考慮 黃之鋒羅冠聰下週到警署王后銘被指6月11日在中聯辦外示威期間 與陳偉業故意阻礙一名在場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 被控阻撓在政黨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 本月17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據了解 陳偉業今早9時到西區警署協助調查 黃之鋒及羅冠聰則於下週二到西區警署 根據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30條 任何人若然襲擊 抗拒或故意阻撓在政黨執行職務的任何警務人員 最高可處監禁兩年